字幕志愿者 李奧专访 每次我都希望访问到一些关于加密货币或者是币圈的人 今天这个人相信如果你在香港玩加密货币或者是关心加密货币的话 都一定认识的了 今天请到来和我做这个专访的嘉宾就是章涛之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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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来到这个办公室 第一件事我一进到门口就已经见到很多关于加密货币的东西 这个是新的办公室 刚刚搬过来 我们先谈谈你的频道 谈谈财科暗战的频道 其实我上网看到财科暗战不是由Youtube频道开始 是不是之前已经有了 其实是我一七年开始 是在明报的一个专栏的名字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专栏 讲一些加密货币或者是一些财经与科技有关的东西 一路一路写 每个星期写 突然去到大概去年的时候就想做一个Youtube频道 其实为什么呢? 应该是2020年12月 是的 因为我们公司做了很多年 就是20多年公司 那时区块链大潮流 所以我跟公司的同事说 我说全部人都要学习这个东西 我就强迫同事要听我说话 每个星期我们有个内部培训 我刚刚说 由世界是怎样的 什么是钱 说到 blockchain 比特币等等 那些同事就很好帮我录下 就说要上Youtube 我就势死反抗 因为一个多小时又怎样看呢? 还有很沉悶 收声也不好 如果真的要放Youtube 我可以另外拍过 那我可以说回那些东西 但是我自己说得简单 尝试简单一点也不是很简单 做一个简短一点的版本 就是这样开始的 直到现在 我想财科暗战 都是香港数一数二 关于crypto的Youtube channel 其实除了做Youtube channel之外 我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其实现在张先生在其他方面 或者关于crypto的生意是有什么呢? 其实没有什么组织的 都是想到什么就做的 我想我自己和公司分开 我是一个组织投资者 很多东西都喜欢搞的 公司方面我们也做了很久 都是cloud service 或者是网络保安 网络保安这几年左右比较多一点 对于服务器底层或者互联网底层的了解 所以我们比较早会参与一些挖矿的生意 接着进移就是PoS的机制之下 我们做validator 跟高重建合训做了decentralizedHK 现在我们是十几条区块链的validator 另外我们会投资一些有趣的项目 其实刚才说公司开了二十多年 应该是见证互联网的兴起 如果我们要比较 我常常觉得crypto就很像之前的互联网 如果我们要比较的话 张生觉得他们的相似之处或者不相似之处在哪里呢? 相似之处就是每一件事新兴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班上一代的既得利益者 会说这件事会不会出现 我1997年接触互联网 所谓接触互联网就是真的有零散地做一些工作 到98年我成立这间公司 大家可以想象 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刚刚出生 那时我当然也很小 那时是很多冷水涨起来的 现在看历史档案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些人夸夸而谈 互联网就最多像一个fax machine 你怎样可能想象 我们购物的习惯会转到网上呢? 那么不安全 用户体验那么差 其实跟现在说的一样 有什么可能我们不用银行服务呢? 有什么可能我们的财富会在这种无形的 你叫做币去体现 你很难想象 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 那时有网上购物的初营 我们那时也有搭在网上店 那时的主流意见是什么呢? 就是网上购物最大的隐忧就是安全性 那些资料 就是你的credit card information 太容易外洩了 如果这件事一天不能完全解决 网上购物是不可能流行的 这个当时是主流声音来的 可能90%以上也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 因为人方便比所有东西的 方便比免费大 方便比安全大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绝对安全的 你生活上有很多人不方便 所以我觉得有一天 大家会忘记了安全这件事的 在网上购物 事实上是 其实安全这件事从来没有解决过 你只是可能好一点 但是你想想我们一年听了多少这些新闻 就是某某网上购物网站 或者某某网站的客户资料外线 是多少 那这些新闻会不会令你不网上购物呢? 其实不可能 是 你看回现在 crypto的世界一样 现在你说安全是一个问题 监管是一个问题 不方便是一个问题 各种问题 每个人都会说这些 即是一天不解决什么问题 这件事就没可能发展成功 其实人性真的不是这样 我想说 人性真的不是这样 现在应该可能是 类似是 Defined项目或者有点好处 在哪里 大家都可能把安全放低一点 最重要是哪里最高 所以追求着数 所谓Ultracing 大家有看过我的频道 我不是Ultracing的人 因为我觉得Ultracing 即是哪里的回报 你就会玩哪样东西 其实你很快资金进去 那东西已经不流行的话 你可能就套住了钱 其实你反而会有问题 不过整体摊开整个 今天货币的市场来看 整件事是一个大着数 在这个大着数里 你想吃最cream的那一项 所以你去搞Ultracing 但其实就算你不做 那些很高APY的东西 你就这样买比特币HODL 就像你的招牌那样 其实你已经是很大的着数 有这么大的着数在前面 你一定会吸引到很多人 其中一个大着数 我想是因为我们 都是比较早期 就算到现在 我都觉得是比较早期 又是相对互联网 你觉得什么时候才真正正正 Crypto或者加密货币 真正正正是Mask 真的流行起来呢? 什么时候是吧? 其实我不会觉得很快 很多人说可能是两三个 或者要发生什么事才会突然间 很不幸我认为是要发生一些社会上很大的动荡 那就会大流行 比如是什么呢? 尽量打仗吧? 比如打仗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很遥远 但是在乌克兰里面的人 或者是俄罗斯里面的人 那你的adoption rate就会突然高了 你之前在南美洲国家都出现过这些情况 当国家的通胀突然间大飙升的时候 你排队买面包要排队半天的时候 在那一刻加密货币就会突然流行了 那你觉得是否一件好事呢? 不会是一件好事 但是偏偏这些很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 就会是新兴资产突然间狂飙 是 我上两个星期都说 其实就算是很遥远 看到俄罗斯、乌克兰打仗 一些富豪都会突然想 原来有些大国家要制裁自己是这么容易的 那其实是否需要在其他地方想一想 如何去放资产呢? 那也可能是其中一个契机 还有我觉得是一些比较落地的application 才可以加速到这个渗透率 因为资金的流转其实在全世界越来越不方便 如果对比10年前 你要在外国买一个物业 现在是困难很多的 始终可能比较连长一点 以前你真的看到大陆很多人 拿着一桶一桶现金来香港卖楼 那今天没有可能发生的事 在外地也是 以前香港人要在外国买楼 可能是很受欢迎的事 很流行的事 现在也是越来越难的 以前买楼之后 你就可以开民航户口 现在这个难度又再提升了一级 买物业就难了 而钱流出来就难了 有些钱的人就不禁想 我的资产如何配置呢? 我如何再保障自己呢? 当我的钱原来有一刻 我可以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甚至不归零的时候 最理想的 或者传统上我们最安全的就是买砖头 买砖头如果我也是买回我这个国家的东西 其实保障有限 那我就要想出去 想出去现在有这么困难 那你就会加速了今天货币的发展 起码可以转做比特币 或者其他你喜欢的 这个Exactly就是我看过一两次 Michael Saylor解释为什么他这么喜欢比特币 他就是说比特币就是一个 Digital properties Exactly就是那个说法 其实是七八十年代的地产 Exactly就是这样说的 好 我们先说一些关于Defi的那样东西 近来我留意到 也不是近来 可能是去年开始 很多不同的工链 或者很多不同的chain 出现了 张先生怎样提醒呢? 究竟ETH会不会被取代? 就是会不会永远是龙头 又或者你看好比较哪条链 我很少用取代这两条链 我觉得你会越来越多的选择 它龙头的地位比较难打动的原因 是因为你做得早 你做得早 你的去中心化程度会高 这一点我觉得要非常强调 就是去中心化 现在大家可能忘记了这个东西 就是哪里有资金炒 接着哪里有一升 你要长远保持一个东西的价值 你去中心化是一个重中之重 以太币就是它做得早 多人持有 多应用 现在未来的所谓ETH2.0 更加把validator概念发挥到临近 这是另一种计划 让你更加难去改变它里面的一些 结构性安全问题 所以它就会很稳定 所以这个龙头地位 不是说有任何新的科技 可以取代或者撑动它的领导地位 因为这件事不是一件科技的事 是一个很难超越的去中心化的角色 其实是否任何事 通常第一个去做都会很难取代 你不要这么说 我觉得那件事要成功才行 即是第一个成功 长帮后浪推前浪一定的 但是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面 它的领导地位 我觉得也不是ETH 应该是比特币 比特币是黄道 当然了 比特币是黄道 你说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 我们说十年 十年很久了 五年可能已经是一个世纪的事 如果三五年去看 我不觉得ETH的地位很容易被撑动 是 但是你再拉长一点 就很难说了 再拉长一点 我觉得它动摇的 未必是另一个所谓的公链 是去取代它的地位 而是大家可能对公链这一件事 到时整个革新 已经会变成另一样 而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 但是有什么可能是不会变呢 我反而觉得比特币不会变 是因为我觉得 ETH始终应用多一点 可能变化可能会变得多一点 或者其他人想追上来的能力 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 但比特币可能是一个信仰 一个store of value 所以要撑动它其实是难很多 对吗? 我觉得应该是接近做不到的事 因为它是反人性的 是 它反人性的这一点 令到你做不到 是 可能值得多说一些反人性的这一点 因为任何新的project 它也在说你的团队有多厉害 你的技术有多好 有什么大佬在那里 有什么资金等等 但是你一说这些东西 就是说有庄家 有庄家即是有人有重大利益在那里 现在我们觉得因为某人有重大利益在那里 所以我不如跟他 我会更安全的 但比特币是反过来的 发起人是没有重大利益的 或者因为发起人不在那里 发起人不在那里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设计之内 是 它根本是部份的设计 我就不可以在那里 如果我在那里 反而这个故事就不完整 因为你有庄家 别人对你的信任就会瓦解 或者有一天会瓦解 这是设计的第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 就是不是一个设计之内 但可能已经死了 是的 那它没有办法 但无论是第一或者第二 这件事就变成反人性的设计 因为它没有一个重大利益者 而你可以说所有食物链顶层的矿工 就是那群老闆 因为这是生产的源头 但是只要这群人够分散 就没有一家督大的情况 而且现在市值够大 就算我拿很多钱去买 那你也很难说一个人 去占他很多的比重 其实也是回到刚才张生说的 去中心化问题 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现在要创造另一个矿工 或者另一个token出来 是完全去中心化的 我想没有人相信 就是要去到这么大 一定没有人相信 有一个新的东西 会是完全没有人的 只有一个比特币 是真正有历史 以及有历史背景 现在创造了一个新康 基本上去中心化是超级之难的 是的 这也是我再回应你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新的工链 我很多都不喜欢 或者不够喜欢的 就是因为它有庄家 它有某某人站台 它有很厉害的团队 这个不是一个优势吗 它是一个短期优势 即是可以炒一层 它会升 但是会升的东西 它炒完一层之后 它始终会跌的 所以现在看到我们有很多 很多很棒的工链 去年的主角应该是SOL SOL FTN也很好 或者你随时可以重名很多 Ada 就是一堆 但是没有一个可以站很久的 全部都是一个潮流 最近流行的那些人炒了一轮 炒了一段时间 不太说它 又说其他 其实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大家冷静一点来看 其实就是资金流向 是的 现在资金炒了什么呢? 资金炒了什么呢? 整个市场 整个新闻等等 围绕着它说 令你产生FOMO的状态 我不买就像有些洩币 当然我说到这样 不代表你很冷静 我也会卖 只不过我会卖 有一些东西我很少会卖 不敢说不会 比如比特币 ETH 我很少会卖 但是其他那些 很多我都离开了很多 例如SOL 还离开吃东西 买东西 吃东西 开心了就算了 对 这个又是take profit的概念 大家赚到这么多 要懂得拿钱出来享受 你看到整个setting 大家可能喝茶吃东西 这也是重要的 刚才说到Internet VS Crypto 说到DeFi 我也想再说一些 刚才你说FOMO的东西 我觉得在NFT 就非常体验到 其实张生现在有没有持有 或者有多少NFT在手上呢? 我也不算很多 可能十几个 十几个 不太多 但是我觉得 这个又是一个心理游戏 他想制造一座FOMO 没有吗?不是吧? 是的 令大家都觉得 数万艺术品收藏 好像没有收书 其实这种想法很危险 你要有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有 你拿来做什么 你真的要收藏? 还是你想拿将来的好处? 你究竟在信什么? 你问清楚自己的问题 我都会买画 我都会买一些有价值的 核心原因是因为我喜欢他 是 有一天没有人买卖 没有市场价值 我拿着他 我也觉得很开心 那就可以了 NFT已经脱离了这个东西了 不要再说艺术品收藏 其实是另一种ICO 你拿着另一个ICO 你就要想这个币的前景是什么 是 NFT是一个很重装甲味的市场 非常重装甲味 炒完一浪又一浪 在里面的NFT的Bitcoin 我不应该用Bitcoin NFT的领导者 现在可能是BAYC 没错 当然我有BAYC 我有MAYC 但不代表我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只是在一段时间里有投资价值 你怎样选择呢? 我买了所有NFT 我符合了一个条件 他吃烟 真的吗? 我的NFT PFP类的 PFP类的 我的collection是吃烟 CG老虎 红磷 总之你吃烟我就买了 为什么呢? 我草食烟的东西 草食 是的 紫砂糊 灰 是一个草食的感觉 吃烟我就觉得挺贵的 不代表我吃烟 我不吃烟 你有没有留意新的项目呢? 因为其实 我近来留意多了很多 我一直看着OpenC的 volume 经常看到的就是 这个人说了一句话 接着他的爆声 那就是因为他的盲坎未开的时候 就爆声 近来就是某某艺术家出了 什么都不知道 就又爆声一轮了 是这一类型的东西 其实张生有没有 有点提示告诉我们 除了说你刚才真心喜欢 就算跌了你也不会后悔的 那样东西之外 我们选择的时候 如果当真是少少投资 那应该如何选择呢? 如果你纯粹投资心态 我觉得你真的要追随资金 你不要管他什么吃不吃 什么投资 什么漂亮不漂亮 藝術品 不要管那些东西 你就是看资金去哪里 那怎么看呢? 很简单而已 其实我告诉你 炒来走去同一群人 那群人是不是在追随这些project 那你怎么知道呢? 那你真的要跟Escott 看一看那群人 这些资金在投资什么 但是你记得要走 记得要走 你不要想着真的可以长渣 没有长渣的 其他另外 刚才说的那些 可能是多一点艺术品类 近来我也有留意 多一点那些应用类的NFT 所谓的就是打机 又或者是买地那些 通常大部份都是打机 到现在为止 那类型的NFT又怎样看呢? 那些我不相信 我不喜欢 因为本身Pay to Earn 这个idea是我买地的 是的 因为是一个违反用户习惯的东西 你说不是很正的 Pay to Earn 打机有钱责楼 大家想清楚一点 你打机为了什么 其实打机为了好玩 而且现在所有Pay to Earn的东西 它的好玩程度是不行的 即是在那一段时间 挺有趣的 按一下 玩一玩之后 你就会很快失去趣味 结果是剩下什么人 在Pay to Earn呢? 就是靠它开饭的人 而不是因为它好玩的人 那它就违反了原先的用意 是 Pay to Earn一件事 近来就很流行 Move to Earn 会不会好一点呢? 因为打机会很悶 Move 可能跑步行路 大家都要做 或者我经常说近来 就是说 到最后就算赚不到钱 它真的令你建立了一个运动 就惯得更好 我说是这么说的 这个说法很好听 是的 说法很好听 但是大家放长双眼看着 它会流行一段时间 然后大家又会忘记它了 因为始终跟人类那种懒惰好吃懒非 你明白吗? 不是同一样 我倒转地问你 健康这个概念 有没有一样产品是长清做得很好? 其实没有 全部都是流行一段时间的 是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是追求一些 就像你所说的 好食懒非 人类原色都是这么多的 好食懒非 对的 好运 是的 这是人性的 心底深处 每个人都想这样 偶然有一两个不是的 你就会成功了 但是当你拿这东西 做一个商业的模式的时候 就会很危险 好的 好 私人问题 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Base 现在还值得买吗? 猴子吗? B-A-Y-C 看你什么心态 你现在买一只猴子多少钱? 一马二上? 对的 按不到按键 过不了自己的关 过不了自己的关买MAYC 到20多钱 好像太噁心了 都20多钱 好像太噁心了 但我告诉你 我第一只MAYC 我是跟陈焕仁夹钱买的 是 夹钱买的? 夹钱买的 因为我也觉得很噁心 我心想她是不会想的 我也不太喜欢的 但那一刻 他跟陈焕仁夹钱买的 他就说 夹钱买的 但当时的钱呢? 几粒? 两粒? 四粒? 四粒 三粒是四粒? 只是说几个月之前 半年? 半年 OK 有没有半年? 想想想吧 那算了 就是朋友叫做 谁知道我错了 就升了上来 你要看回 你投资的金额 其实占你的 股票是多少% 就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但既然看到它会升那么多 所以我愿意 卖出某些资产 甚至借钱回来做 这就很不建议 如果有些人说 是不是我也有限制的ETH? 限制的ETH? 我都不会卖的 我是不是也不会卖的? 那你的ETH 你买了NFT 那ETH其实还在 那就可以考虑 但我觉得有一天它也会跌的 所以你都可以告诉你 我一定会卖的 你会卖的? 即是我的BAYC MAYC 我都会卖的 是 即是Total算买 图本人的半只 我都半只 你都在谈谈 然后卖的 是的 那我也有两三只 我也是会卖的 ApeCoin 即是APE 我也是会卖的 其实我第一天拿到 我已经将部分 转到Bitcoin 这些是短炒很好的 但是很不建议长渣 也是 跟Crypto也一样 我想买NFT 我自己 都尽量选一些 NFT经常说蓝筹 尽量选一些龙头 或者多些人物 其中一个看的就是 多不多ONUS 不过都可以是假的 即是每人都可以开10个Wallet 所以其实大家考虑NFT的时候 都真的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NFT相对 Crypto的风险是更加高的 是 玩NFT的人就不会这么说 玩NFT就回来说 Crypto的炒币风险更高 真的吗? 因为他们的理据就是 NFT每个都不同 每个都不同 你的地板价怎么下跌也好 我不卖就不卖 OK 因为始终它有个独特性 但Crypto一跌就全部下跌 因为各个都一样 这个argument就是这样的 所以像什么呢? 就是买楼相对买股票 即是NFT就像买楼 我上两个星期就说NFT可能是买楼 是 买楼 现在其实说来说去 买楼 买艺术品 买NFT 其实对背后的原因是一样 就是把钱拿起来 因为这些钱是唯一一个 你肯定会贬值的东西 就是带着货币 稍后回来我们再说 多一点张生生活的话题 然后再说